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发生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 在Banley里可以坐 听说还有一点渣 好像我们小时候太极的时候参加比赛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可以去鸿馆开场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大架 每个人都会有个怀疑 那么大架就很浪 尤其是我们刚才那段山路 又多弯又窄 但是要改观 现在这车的避震给你一个很舒适 不觉得坐着一架这么大型的车 只是坐着一个很普通的车 但有一个很舒适的感觉 又不会浪到你还车浪 但是那个避震给你一个很稳定 很安全的感觉 你一坐进去觉得 刹那闻不到那股味 你就觉得哇 这些真皮味真的很有品味 当然了 因为全部里面的皮、木 全部都是用人手去做的 那样东西 所以其实很有人情味 同学在两旁说笑话 难发觉古怪吧 我说每间众伟众 惊讶 南同学过来说 本来开头看下车的时候 哇 这么大的车都没开过 这么大的车 就是说这个态感又很舒服 又不会很轻 又不会过重 刚刚好 所以这些经验丰富的车厂 才会有这么好的感受给你 这样开都可以 就算塞车 我就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压力 我就算经常踩着车 但又不会觉得累 没什么的 因为香港的 经常都塞车的 根本 你白天开出来 塞车 已经不是一件苦事 我宁愿在车上 慢慢享受一下车 没什么 更好更开心 听着哥哥聊天 听音响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喜欢加多些低音 又或者特意改装 车里面的Hi-Fi 加多些Sub-Lo 加Woofer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一架车 原装的音响 已经可以给到一个很圆音 喜欢听Hi-Fi的朋友 都是这样的 把所有的不同的低音 高音都教到它歸零 即是Flat了 这样的意思 制作音乐 那班制作人 是想给一个什么声 给你听 你就要听什么声 在这一架车里 听回我制作的歌 我自然觉得 唉 没听过在家 糟了 爱上了这架车的音乐 已经 那 告诉大家 其实我现在 自知 在制作一支 全新的黑胶唱片 自从去年6月开始 就收起黑胶来听 但是听回黑胶之后 突然好像真的整个人 都回到小时候中学时代 对音乐的热食 所以很想创作一些新的音乐 所以就趁着疫情 在家里的录音室 制作这一支全新的大碟 幸好有我拍档 欣葵和我一起合作 希望在今年2021年 很快会和大家见面 想办公拍一张 再讨论 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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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